我們就完全在不同的思考邏輯裡面 他就是我跟妳這個異議分子對談 我就是抬高妳的身價 我怎麼可能 沒有 可是對他有意見的 就是太陽化學運 其他人沒有出來 你不是要來理解台灣嗎 而且這個太陽化學運之後 不是張志軍講了一句話嗎 他有說他要跟他們見面 不是 對 他就說他希望 多認識台灣的青年 然後當時不是還說 張志軍一句話比總統還受用嗎 其實他來這邊 就應該跟林菲凡跟陳維廷見面 我覺得陳維廷他們不要用堅持 用辯論的方式而已 不會 他們並沒有堅持 他說座談什麼都可以 對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能見面 怕什麼 昨天張志軍一下會機 就給我們台灣很惡劣的印象 因為反胡茂黑箱民主陣線 他們在桃園飯店抱一個房間 準備去跟他抗議 被我們國安局破門然後入 台灣是民主國家 是有人款的 警察居然可以用倫服 破門後出 跟那些人都抓出來 這實在是 給人第一印象很差 如果張志軍 如果真的要接觸三中一親的話 機場就是最好的機會 把這些反胡茂黑箱的 這些民主陣線的人 把它請過來 我們馬上談一談 然後我把我的立場告訴你們 然後我請聽你們的一線 那你情勢人員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接受到 北京的地址 我不願意見到這種場面 因為要去跟他抗 而且是破門後入 這是違法的 這是違法的 因為旅館房間我租了 你要進來要拿搜索票才可以進來 沒有錯啊 完全沒有喔 就用一個假的藉口說 要房間服務 就把你破門後入 但是第一的時間 就台灣人的印象有夠壞的 這你如果要來聽聽聽台灣人的意見 或什麼時候要接觸中下階層 這關張志軍什麼事情破門而入 如果是我們的情勢單位 是不是要 聽說國安局把張志軍訪台 提升為所謂國安局的保安局 國安局 成績 這樣就是總統 這樣有總統金嗎 有需要嗎 而且限制記者採訪 可是蔡委員 怎麼會沒有需要呢 如果張志軍有任何受傷的話 這個事情是很大條的 兩回事 你的責任是保護張志軍 這我同意 因為來者是客人 他也是國賓 我們就要保護他安全 可是保護他安全 不代表你要去侵犯別的人權 不是 不要侵犯 那這樣不要侵犯嗎 有啊 有啊 所以當然不用做到那種地步 但是我們一定要適當的保護 是應該的 我們也同意要保護他 開玩笑 張志軍來 一事一毫受到傷害 我們也承擔不起 不能因為張志軍來 我們的法治就可以跨紅線嗎 因為你不可以 6年前陳昀寧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就以為那時候很多人 在圓山飯店也是租了房間 也是被情志人員打扮成服務生 有沒有 那種憲兵穿便衣 就直接就把人架走了 要不然你政府 你就把整個圓山飯店封起來 你可以包下來沒有問題 這個是全部給陳昀寧的 對不對 這也是全部給張志軍的 對 沒錯 但是你不能動手 你不能直接動手把他們一樣 對啊 因為這個其實大法官解釋得很清楚 我今天在旅館裡面我投訴 我租了這個房間 在這段期間之內 除非裡面說有現刑犯 要不然你任何人要進來 一定要拿搜索票 因為那是從我的住宅 那把他們 Room Service進去之後 把他們全部都趕出去 對啊 他是用踹門 沒有 他就直接把他帶走 他起先是用欺騙 說Room Service 然後再來打不開踹門 不然如果你很正當 你幹嘛欺騙 然後Room Service 所以這是違法 上一次圓山飯店還是用騙的 這次是直接暴力踹門進去的 不是嘛 這不用法辦嗎 這誰給他授權 給人家爛權 而且這個飯店也有問題 因為如果最高的領導者 就下令以保護張志軍為前提 什麼做都可以 你會怎樣 最高的領導者的下令 也不能超越法律 陳雲林六年前來 多少預約基本人權的這種事情 有沒有被處分 沒有啊 有些人還被升官 國旗 打人家 這個都是違法的 有處分嗎 對 沒有處分 這一次我覺得馬英九的決心一樣 跟陳雲林上次六年前來的時候 我覺得馬英九要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六年前馬英九曾經說過 說如果不能保護陳雲林 不配當總統啊 不 你可以保護陳雲林 但是你不代表你可以去欺負台灣人 但是他這句話一講說 你說那些情勢人員 當然就是深怕陳雲林 我們有任何一點風吹槽都 我們應該在這還有兩天的時間 全部哪裡可以Solo到各種國旗 讓全台灣都是國旗 看他怎麼收 對啦 不要 自然就好 我們全部擺出來也要看 對啊 沒有我就說 那情勢單位怎麼收國旗 這整個事件就是讓我們正充分了解 就是說我們跟對岸的對話 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句子都很明白 可是理解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剛剛講張志軍在太陽花的時候 不是講要跟年輕人對話嗎 對不對 我們就以為真的 所以人世間就有三個年輕人 真的要去跟他對話 對不對 結果後來人家是沒有要跟你對話 沒有 你不要言林瑞凡 他們有那麼蠢 沒有啦 他們當然知道 當然嘛 我就是說這表示我們的理解邏輯 是不一樣的 不然你說的是什麼的 所以我才說張志軍來是要表演 他表演什麼 你看 我見了中下階層了 我見了中小企業了 我見了中南部了 可是你真正沒有要解決 台灣人跟你之間的彼此的 不瞭解 瞭解 對 他說要理解台灣可是沒有 為什麼我說你不想瞭解 第一個 你不想跟林飛凡他們見面 第二個是你連香港簽證都不給他 你哪有想聽聽台灣人的心聲 對不對 你去見的都是同意你的 那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第一個見朱立倫 朱立倫是因為他避免在台北市 見某些人 所以第一個就跑去新北 因為王玉琪會談也是在新北舉行 朱立倫是地方首長 所以就順便見朱立倫 可能如果知道朱立倫前天 有什麼動作的時候 他可能會換第一方吧 未必啦 其實為什麼 因為就是說中共一直評估 朱立倫跟蔡英文是未來要接觸的 要工作的對象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你可以看 直接跳過郝龍斌 就到了朱立倫那裡去 那顯然我覺得那個 之前的政治意圖也很明顯 只不過沒有想到說這兩天 剛好朱立倫就宣布直接連任 2016會不會選 其實已經有變數很大了 所以朱立倫為什麼突然宣布 是被林志佳刺激的嗎 我現在每天都被林志佳刺激嗎 不是 他廣告了 林志佳一定贏 一定會贏朱立倫 他關閉堂堂的理由是說 我本來就說6月初要宣布 剛好是那一天 前天是最後一次的市政會議 所以他就在越過這個禮拜 或就不到六個做了 中國很清楚 來 朱立倫會宣布這個 我相信連中國都早就知道 是不是 應該是 今天那個希拉人接受商業週刊 那一位小則官 新聞 報 報 報 好 快回到我們的現場 所以這個北京比我們更知道 更早知道朱立倫要參選 是這樣 有這可能 不過他是故意反正那個就是 因為世界 沒有啦 我舉個例子 他是23號就決定這個行程的 然後主辦地點剛好就在新北市 不管他要不要選 他都是東道族 就是以後就是會見到朱立倫 我舉個例子啦 譬如說去年底 應該講前年底 前年底陳聰下 那個江儀化上嘛 那時候台灣人可能多數媒體 知道陳聰會下 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 知道陳聰已經跟馬英九 已經關係低蕩到一定程度 結果呢 吳伯雄不是回來透露一件事情 說他是從北京涉台幹部 口中知道說 這個陳聰要下江儀化上 就是那個準確的時機 就換句話說 其實我相信馬政府 如果從吳伯雄的這一句話看起來 馬政府的任何重大政策 馬英九的電話有被監聽 被北京嗎 我相信北京其實都應該理解 或者是應該知道 應該我覺得都有這種溝通管道 讓他們瞭解 馬政府的重大的政治步驟 而且我覺得我在 就是這種兩岸關係 我看過一個最可怕的資料就是 那個開票前那個票數的 得票率的那個估計單啊 國民黨內部的估計單 在對岸的那個人的手上這樣子 他們選前的股票單 前一天的開票 對 前面的股票單 然後跟你的開票單 就你隔天開票要對 會對嘛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有一個股票單說 這個人得多少 那個人得多少 自己會黨部會先 所有的黨部都會做這種事情 我一次去 對 我就看到這種東西在他們手上 你就知道好恐怖 他這個股票其實是主公會 就應該叫組織發展委員 他們叫主發會 是主發會才內部的東西 你不知道 那個東西絕對是 主發會以上的高層 高層才會有的 對 而且那是每個相設的股票 每個候選人的股票 我們的國防機密 北京都有了 那股票單算什麼 昨天我們咨詢國安局 請國安局把那個 歷年破獲的毀劇案 把那個經過法案判刑 或者起訴的拿給我們看 包括總統府 包括軍情局 包括國軍的各單位部隊 全部都有因為涉及毀劇案 被起訴或者被判刑的案例 包括總統府 包括軍情局 全部都有 所以他們在我們台灣的部件 真的已經到了 毀劇就在你身邊 他已經這麼了解了 難怪他不用跟林非凡對話了 可是他再多的共諜 他也不知道林非凡心裡在想什麼 林非凡所代表的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如果沒有公開場合 如果沒有攝影機 沒有記者在 他當然就會跟林非凡對話 訓拿一頓 如果有記者在 有媒體在 他就不敢了 因為公諸一室 你贏 講不贏林非凡嘛 講贏了也沒有怎麼樣 講贏了只會更讓台灣人氣 其實詹智君來台灣是要來作秀 就是這樣 對 表演 對啦 表演 作秀 那來走一招就走了 這次的round down沒有排到那個 所以你臨時加行程 真的排不出來 像這樣的巨星 對不對 show fee又這麼貴 沒有 這要排一定OK的 就是晚上11點12點 竟然面有什麼回事 沒有 張智君只要在中國說 入委會你幫我們排一排 跟林非凡 陳偉廷他們前面 入委會一定會排 我的另類想法是這樣 即使張智君想見 馬政府也不會幫他排 你想想看 如果張智君見了林非凡 到時候人家想說 連共匪的國台辦主任都見學生 滿久你當總統你都不見 那不是更窮 這可能是主要原因 日昨總統沒有見到林非凡 跟陳偉廷 我跟大家報告 這是Cillary 有可能選2016年美國總統的人 他擔任過美國的國務卿 他接受台灣的商業週刊的訪問 他在專訪裡面五度告誡台灣 說你們現在正在面臨轉利點 他說台灣必須權衡 對中國開放到什麼程度 因為你一旦失去經濟獨立 將影響政治獨立的自主性 習大尾說 如果台灣依賴中國太深 這會讓你們變得很脆弱 他說我想你們必須現在要有 血量的雙眼跟冷靜的頭腦 他說台灣也有利益團體 熱見台灣跟中國越走越近 因為他們從中大發力士 可是你們媒體政府 必須先退一步想想 這真的是台灣長期利益嗎 他又說台灣要在跟中國合作中 取得平衡 這對你們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來自中國的要求會越來越多 所以未來你們跟他的接觸 簽什麼協議 都得審慎檢視預期的結果 以及是否會有我們所謂的 飼料未及的後果 所以他舉烏克蘭的經濟為例 你會記得我在節目我也說過烏克蘭 他說烏克蘭的瓦斯依賴俄羅斯 能源都依賴俄羅斯 當俄國切斷能源供應 調漲價格 烏克蘭的政治獨立性就馬上降低 他藉此提醒台灣 現在你們得決定 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學到處理這段關係的能力 找出到此為止 不能越界的底線 蝦羅斯說 如果中國想要的更多 他就會施壓 會讓你們壓力造頂 你們必須以台灣的長期利益 權衡這些東西 沒有人可以幫你們決定 只有你們自己可以決定 有13億 他說 13億加2300萬 中國的一中政策 就是台灣是中國的 可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跟中國不一樣 他說美國的一中政策 就是希望中國跟台灣能和平相處 但是美國不希望看到 台灣的獨立自主性被威脅或破壞 不希望看到台灣因為不公平的競爭 而經濟重創 所以我們持續把台灣列為我們的優先順位 他說台灣加強跟中國的關係 可以理解而且適當 因為可是你們要做到 深謀遠慮 不是只想到今天 而是想到